如果他们不听见买买 衣服放不下 哪还有我们这些工作呀 就是家庭收入 我估计都在百万以上 有些镇子都是富豪 他们需求 就是他们需求这一块 就是你报价呀什么 他们从来不砍价 我觉得适合那些 就是可能像我这种 就是我带孩子或者比较忙 比较琐碎 没有时间去研究这种 但是又渴望有一个非常舒适 和宽敞的这种居家环境的 这样的人群 那时候就大家觉得我们很low 做的事情特别的不好 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 特别尊重我们这个职业 然后所有的用户的认知 也都通过这些不断的变化 然后了解到了原来整理双大菜 是一个真正可以 能够让自己的身心 你包括家庭各个方面 就我们说整理物品 其实就是在整理人生 然后疫情结束了以后 我们叫井喷式的就是这个行业 就越来越好 从服务 就从服务需求 从招生 从咨询 就全部都增加了 大概增长率能够达到 百分之三四百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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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